6月23日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的最后一天 作为闭幕时尚的收尾电影《惊贴魔道团》 导演路易斯·莱特·里尔出席了当天新闻发布会 之前在拍摄《非诚人犯》第一部时 路易斯曾与香港演员舒淇有过亲密合作 而此次来华谈到对中国第一印象时 路易斯首先就想到了这位性感女神 当天路易斯可谓独挑大梁 不仅与现场观众频频互动做魔术游戏 面对记者的犀利问题也是来久不拒 众所周知自太拥热营之后 超过十亿票房电影已经不再是神话 并且这似乎要将成为衡量电影质量的新标准 虽然今天魔道团已经在北美地区取得了不错口碑 但面对蒸蒸日上的中国电影市场 路易斯会不会感觉压力很大呢 这一点我不能确定 因为魔术这个东西就本身是中国很传统的东西 路易斯表示拍摄该片的很多灵感都来自于斯皮尔伯格的猫鼠游戏 同时他认为这类题材电影很适合国内观众的口味 如果票房好的话将会考虑在中国拍摄续集 风行雨的上海报道